哇 你哭着了 你看他有时候出门的时候 穿一个冬天的衣服 别遇到你会觉得你是疯了 我不在意 我怕了 你真的很好笑耶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做什么 我们今天要去吃小龙虾 因为今天发生了很多意外 所以没有办法绿别的视频 录别的视频 我们就临时决定改录这个视频 刚好Kat完全没有吃过小龙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一大特色 我们要去体验一下 我感到兴趣 英文名字是什么? Crawfish 我没看到美国人在美国吃这个 这一定是一个东西 它比较在南部 我之前告诉你你不记得吗? 没有 很严重的听众 我找到在网络上 它说 最大的不同的蟹蟹或蟹蟹 是在南部的南部 有33种 不 330 我还以为小龙虾 是比较中国特色的一个食物 美国居然是最多的 但是看起来没吃过 美国是最多 但它是南方食物 像它那种 东岸和西岸的人 可能不会吃那样的东西 比如说秋葵 也是美国南部人会吃秋葵 东西两岸的人 就完全不会吃的东西 你随便拿一个吧 这个干一点 你知道怎么吃吗 没有 我没有想到 我会猜是这样的 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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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难 好难 耶 终于出来了 还不能吃吗 啊 get the shit out get the大便 out the orange 啊 那是大锅 你不是在中国 都是要女朋友 帮男朋友剥虾的 是吧 对啊 我看女朋友会帮她剥虾啊 你再不帮我剥虾啊 You should be doing for me No you do for me Oh 这个大耶 哇 我现在剥了越来越熟练 好快 这是中份 吃完了我们再来个大份 好好表现 I think you're making that up No 有点烫 真的吧 女朋友帮男朋友剥 对 路上随时 你进 快不快 这样子我们来比一下看谁剥多快 3 2 1 哦 好了 OK you failed so this one No no good to me good to me h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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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 good job try eat the head i'd rather not 这里啥是精髓 这一只虾的精髓在这里 那你啊 几些头可全怪我 诶 为什么呀 这你都不懂了吧 吃哪不哪 这我爸小时候干我呢 哇 多美味 这个都美味 好吗 好吗 还不错 还不错 不 还不错 你都在我的脸上 你都在我的脸上 这个是汤匙 这个是汤匙 汤匙 嘴巴 嘴巴 为什么 搞得我在骗他一样的 这个什么不好吃呢 嗯 这味道不好 嗯 这味道不好 哇 哇 我们级别上给我们看了一个报道 所以有小红虾 剝虾 任务一个桌子 你看我朋友今天十个人约好了 坐了一圈 然后中间够两个剝虾的女生 男生不过很不想说 女生剝的原因是因为女生熟悉 也不浪费太多的肉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了吗 没什么 什么也没发生 谁说 刚才又三张特丁子帮她插嘴很浪费 然后 然后看这里 哈哈哈哈哈哈 再看这里 哇好烫 脑子 热闹 我都吃完了你才来 你要吃吗 你 给你三秒钟 3 2 1 其实我不想不要吃 啊 哇 这个可恶 好好吃啊 今天我妈来了 我跟我妈说一下 方妮不在乎 估计我妈会把我骂你 这么懒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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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方妮帮你播下 好 这就是我的想法 吃小龙虾 第一 太难了 第二 挺好吃 但是 肉不够 所以 不值得 那么多麻烦 如果它已经开了 只要是肉 我会吃 反正美国人就是 肉要没有骨头的 想想想 我们回到温州 正宗的温州拉面 很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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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她第一次吃 咬了一口 嘴巴破了 我咬了骨头 我咬了骨头 因为我咬了骨头 你咬了骨头 我咬了骨头 不是很硬的骨 它是柔骨头 骨头 还有骨头 像鱼 你知道我们在这里 有很多骨头 骨头的骨头吗 我一直都害怕 我会咬骨头 骨头的骨头 骨头 你咬了骨头 好